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網路版的現代啟事錄 我是珍珍 還有我們的炫哥 嗨 主持人好 哈囉 炫哥 聽到端午節要到了 就知道要吃粽子 華龍舟還有要換季 那炫哥 你們家咧 我們家一定要吃粽子 因為這樣才有儀式感 過足了這個端午節的儀式 看華龍舟一定要玩下去看 但是疫情的關係可能看不到 很可惜 不管怎麼樣 儀式感一定要做主 那所以我們這個儀式感裡面 就有這個吃粽子 大家都覺得說吃粽子 是要紀念屈原投蜜羅江 那屈原他到底 為什麼要氣到跳河 其實他的氣到跳河 其實因為傷心 因為他在楚懷王 楚寢香王的時代 都不受重用 開始是受重用的 但是因為受到一些鎮嚴 就是有人去重傷他 所以軍臣之間就相處了 就有問題了 他就被放逐了 可是放逐了以後 他看到後來看到國都被攻破 他心裡頭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傷心 所以後來就因為這樣子 就投江之間 有人說屈原跟楚懷王 好像也對同性戀人一樣 誰都不能少了誰 那難不成他們真的有什麼 愛情故事吧 我們一探究竟 這個漢書的作者頒布就說 屈原這個人呢 是露己陽才 什麼意思 就是說太喜歡表露自己 那麼太喜歡張揚自個才能 西元前279年 秦將白啟率秦軍七萬精兵 沿漢江東下公楚 昌區植入漢水流域 直抵楚國第二大都燕城 由燕城距離國都影體近 於是楚軍集結數十萬重兵於此 白啟大軍受阻就關不下 攻勢遭錯的白啟之時候 他想到水攻燕城 因為在附近有條蠻河 於是白啟秘密派人 到燕城西邊百里處 逐百里長渠去水 這條渠後世稱為白啟渠 等到水滿之後 白啟下了宣派死刑的命令 士兵掘開渠道 爆水直接衝往燕城 由於大水來得突然 楚國數十萬軍民 就被滾滾洪流給吞噬 成為人間領域 隔年白啟不能楚國喘息 率兵攻陷楚國隱督 楚起襄王被迫遷渡一城 這一消息傳來 被楚王流放的區議員 被從中來 奮額頭蜜羅江自盡 結束了他六十六歲 多船的一生 舉世皆著 我 我獨青 眾人皆醉 我獨小 其實 屈原會走上這條不歸路 他內心是憤恨與無奈 因為若是楚外王 和他的兒子楚寢相亡 不要誤信小人之詞 接受他的勸見 楚國不會淪落至今 懷王也不會被秦國欺騙 課死異鄉 只可惜 西元前二九六年 楚懷王死在秦國 秦國把一體交還給楚 楚人皆廉知 如悲情氣 他的嗜號叫懷 為什麼 因為大家懷念他 會想念這個國君 到了整個秦世 到秦朝末年的時候 又出現了一個楚懷王 那是他的孫子叫雄心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楚國人對楚懷王 是多麼的想念 雖然他去世十幾年後 楚國就被滅掉 可是大家還是很想念他 楚懷王的死 對屈原打擊非常大 他後來還寫了一首招魂 希望楚懷王能夠安息 靈魂啊 回來吧 西方有災難 留下千里外 外面還有曠光的荒野 來 回來吧 屈原對楚懷王 如此情深意重 即便懷王到後來 非常不喜歡他 但是他還是忠心耿耿 我們可以從他 不得知識所顯的女騷 可以看出屈原把君王 視為愛人 詩詞纏綿悲色 也指了有不少學者認為 屈原與楚懷王 是戀人的可能性 他對楚懷王 這麼一個奴隱隨行 我一生就盯住你 我一生就怎樣 大家就有這個傳說說 那他跟楚懷王之間 是不是有一個關係在 說實話我們現在看 也許荒誕 但是在那個時候 是有可能發生 因為這個喜歡 喜愛的情況 在王族常常發生 男色跟女色 是同樣地位的 同樣的有可能發生 但這2400年前的真相 後人也僅止能預測 不過根據史記司馬遷的記載 屈原的遭遇 在我們現代來看 就像是說真話的喜鹊 變成一隻不討喜的烏鴉 而他的人生起落 就得從他高貴的出身說起 屈原的家世 他是楚國的貴族 那我們知道說楚國姓米 這是他的一個母姓 他的姓氏 但是屈原為什麼他姓屈 是因為他是楚武王的兒子 叫做米霞被封到屈這個地方 後來就以屈為室 不僅如此 在當時楚國的三大貴族 屈 井 燒 三家 屈原還具有屋的身份 擔任祭司 屈原曾經在離燒裡面 提到自己的家世 說是太陽神高陽的敵傳後裔 也就是天上大屋祝龍的子孫 除此之外他也說自己的法名叫鄭澤 法號叫林君 那這兩個名號都是楚國巫師的法號 可見得屈原對自己大巫師的身份 非常的引以為好 屈原有著良好的血統加上豐富的血養 深得楚台王的賞事 雖然很多史書都把懷王描寫成貪財好色 但事實上 當他接收祖父楚宣王與父親楚威王 創下了宣威之志之後 將楚國國力再推向巔峰 他即位的第五年的時間 他就因為以魏國的公子高 在他們那邊當人士 他還護送公子高回魏國 這地方跟魏國打了一仗 就是襄寧之戰 襄寧之戰裡面奪下了魏國的八個城池 那這八個城池來講 就壯大了楚國的陣營 想要有積極作為的楚台王 在他掌政之後 發現到政令並非完全由他掌控 個性貴族間的勢力盤根錯節 凡是還得與貴族們協調方能推動 楚國要改革很多事情 第一個就是他的那個既得利益者 是貴族 因為當時的戰國時代的兵的徵收 一定要靠貴族去徵收 戰國有些當然是王自己徵收 但楚王還是要靠貴族去支撐他的權力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他找上了屈原來辯法 那麼為什麼任用屈原 第一個屈原本身就是貴族 第二個就是屈原的個性 屈原它本身是一個非常的耿介 為了表達我對國家的熱愛 我不惜得罪任何人 當然我也不會受到所謂利益的這種引用 接下來變法的屈原內心也清除 這條變法路兇險 因為楚道王時 武器變法早有先例 逼得那些既得利益的貴族們 搞起謀殺政變 楚道王利用武器來進行改革 剝奪貴族權利 那此舉讓貴族們偷偷聯合起來 買通宮中內室 在楚道王的飯菜內下毒 所以讓身強體壯的楚道王 在短短數月之內握病不起 最後無生無奇而死 然後那個無奇也跟著也被害死 然後他是被萬劍穿心 那無奇很聰明就是 躲到楚王的這個靈舊附近 結果他的楚王的大體也被這個弓箭射殺 所以後來即位的楚楚王是很聰明的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有射殺射中楚王身體的人 就全部處死 這叫大不敬 就是把這個舊家族的勢力 做一個清洗 可是等到這個事情過後 楚國的勢力因為盤根錯節 所以沒有多久他又恢復成為 像是過去社會那樣 但無奇的教訓 在楚懷王還有屈原來看 只要楚國能富強 魏族的反復並不算什麼 西元前319年 左途屈原與40歲的楚懷王 密室會談屈原的復國強兵之際 根據《屈原甲生列傳》上的記載呢 當時屈原呢 擔任這個左途的時候 左途的官員這個官位 大部分就是來說 可以是僅次於宰相另引的 這個時候他還不到30歲 他積極輔佐楚懷王 變法圖強 那內容大致分為六點 那這六點分別是 獎勵更贊 選賢語能 下勤上達 嚴禁結黨 還有賞罰分明 以及遺風易俗 那其中的下勤上達跟嚴禁結黨 當然就是為了要解決三大家族 去把持朝政的問題 壯志滿滿的屈原規劃著變法內容 腦中夢想的楚國復國強兵 可是他萬萬沒想到 這一天有人打破了他的夢想 當時屈原在變法的時候 他在自己的家裡邊 有一間書房是一個密室 連家人都不能私自進來的 可是呢 有一次上官大夫來訪 沒有經過通報 就直接登堂入室 而且就衝進這間密室 把屈原在桌上的東西 就拿起來看 當時上官大夫是假裝說 不知道屈夫子又寫了什麼詩篇 其實這些所寫的 就是屈原將要實施的 新法的一些法令內容 結果上官大夫看了以後呢 就墨記下來 但是嘴上還是說 這原來不是詩篇 真是不好意思打擾屈夫子了 但出了門的上官大夫 卻直奔楚懷王處 把他看到的親密內容 跟楚懷王說 楚懷王因此大怒 認為屈原故意泄滅 但卻沒有想到 這一切都是上官大夫的陷害 由於楚懷王身邊 不斷有人講屈原壞話 懷王雖有不滿 但還是繼續讓屈原著手變法 不過從屈原後來會變成烏鴉 最主要還是外交上的問題 因為面對虎狼之士的秦國 楚國當時分成兩派 親其派與屈原為首 親其派則與楚懷王的小兒子子 本來為代表 但是屈原立主早在楚威王時代 威王曾說 請虎狼之國不可親眼 所以楚國得合奏抗秦 獲得楚懷王認同 所以屈原認為當前之際 應該是齊楚要結盟 屈原初始期之後一年 由於各國之間有了合奏默契 於是西元前318年 就在楚國舉行五國合奏大典 因此在西元前318年 所謂的影都大會 那麼屈原還做了這個九歌 紀錄當時的盛況 九歌雖然它的名字有一個九 但其實它一共有十個樂章 分別祭祀是九位楚國特有的神仙 九歌其實是歌頌這九種不同的神明 也就是從天神開始 東皇太醫 湘君 湘孤人 少師命 大師命 少師命之類的這樣 所以你在什麼時候會歌頌你的祖先 歌頌這些神明 那就是要打仗 所以九歌在送戰這些神靈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對戰爭某個程度的期盼 希望能夠大成長 在這場會議上 楚懷王被攻推為縱約長 約定好六國一起攻打秦國 韓國關 不過六國並不齊心 真正出兵只有 趙衛 反遭秦軍擊敗 斬殺聯軍八萬兩千人 紅紅烈烈的反秦聯盟戰爭草率收場 楚懷王的國際威望大受損失 而經此一戰 秦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 楚國和齊國聯合 將是秦國中進的最大障礙 楚懷王經此意義在諸侯國中聲望大減 而當初鼓吹合作抗情的屈原 實行變法改革短短三年 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 所以貴族們也想盡辦法 要在楚懷王面前陷害他 以公子子然為首的一般貴族 經常在楚懷王面前說屈原的壞話 那你也知道挑撥的人多了 那楚懷王就難免會聽信 所以對屈原也就不再那麼的言聽寄從 屈原遠離了權力中心 但貴族們卻還不鬆手 然後鄭秀也設計陷害 上官大夫跟鄭秀他們又安排 在西元前大概313年左右 又安排了一場歌舞表演 那麼這場歌舞表演是九歌 按照屈原所設計的 所以按照屈原所設計的內容 當然屈原要到場進行歌舞的指導 那麼沒有想到就在這個排演的時候 南後鄭秀突然間覺得體力不支 就突然間要暈倒 那麼屈原當然就近 就扶住了這個南後鄭秀 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 剛好上官大夫了 進上了 就帶著楚懷王也來觀賞這個彩排 那麼楚懷王一看 竟然南後鄭秀倒在屈原的懷中 那麼屈夫子實在是行為不簡點 所以楚懷王大怒為了這個事情 也導致後來楚懷王把屈原的身份 官職由左徒降為三驢大夫 那麼三驢大夫當然其實也很重要 不過就等於已經疏遠了政治中心 而只是掌管一些貴族的教育 禮節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屈原等於說 已經是受到楚懷王的排擠了 其實楚懷王的寵妃男後鄭秀 是一個非常壞的女人 其實我們看鄭秀這個人 她這個美女沒有錯 楚懷王後來娶一個女人 叫這個魏美人 她很嫉妒 女人之間就是看美貌嫉妒 她就告訴我們說楚王有這個糊臭 但楚王喜歡人家 把鼻子遮起來那個美感 是這樣 謝謝姐姐悉心指教 是妹妹聰慧 那般這樣好了 你就把那個鼻子遮起來 這樣的美感比較好 那楚王可能有糊臭 但還很討厭人家 你是美人 你要跟我姓 你共鳴的人 你這樣把鼻子遮起來 就嫌我嗎 是不是因為這裡有一股 讓你難以忍受的惡臭 大王說笑了 那你為何周周言言 大王 到這個時候 你還敢捂住你的鼻子 來人 大王 把這個矯情的賤人拉下去 割了他的教鬼的鼻子 大王 冤枉了 就把那個魏美的鼻子給割掉 這就達到墓地 一割掉 女人不管怎麼樣割掉 身上就毀了活 這就又重新回到第一份位 不過對屈原傷害最大的 應該是秦國相張儀 他是衛人 早年為了囚官 曾在楚國昭陽軍 滿下當門客 結果卻因為涉嫌偷竊 慘遭毆打 張儀過去在楚國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非常的落魄 所以曾經在這個宰相 昭陽軍的家中呢 那麼曾經住過當過這個門生 那麼有一次 昭陽軍一塊玉壁丟失了 那麼這個時候 因為天上剛好是打了雷聲 在一片混亂之中呢 突然之間這個玉壁找不著了 所以大家就誣賴張儀 說因為她家貧 所以呢人窮至短 就是她偷的 那麼張儀呢 遭受了言行拷問 可是她就是不肯承認 她偷了這個玉壁 這塊玉壁也就是和氏壁 當然這個事情 後來是不了了之 所以張儀後來呢 投奔到了秦惠文王這邊 但是這個事情 讓張儀呢 從此既恨楚國 俗話說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西元前三十三年張儀來楚 首要的目的就是 破解齐楚結盟 那當時張儀認為說 六國聯盟是以齐楚兩國 最有份量 只要這兩國不合 聯盟也就等於是秒受散 因此她建議秦王 趁楚國內部不合的機會 想辦法拆散六國聯盟 那秦王答應了 於是張儀親自出使楚國 先是聯合貴族除掉 楚懷王身邊的親信 也就是屈原 再說服楚跟其斷交 於是屈原也就在這樣的 內外交間之下 失去楚懷王的統信 那楚懷王覺得這塊地過去 確實是楚國的 後來被秦國是強佔的 所以現在要歸還 理所當然 但是當時屈原就勸見楚懷王 不要相信張儀 可是楚懷王相信了 還賞私了張儀 派了使者跟著這個張儀回到秦國 想要取得這塊商務之地 但張儀回國之後呢 三個月稱病不見使者 那楚懷王聽到使者回報 認為張儀是怪他跟齊國 絕交不夠徹底 所以加碼派人去羞辱齊王 罵到齊國人的火大 你跟我斷交就算了 你不跟我作品就算了 你不知道罵得那麼難聽 所以兩邊就怨恨 所以這個楚懷王知道自己被戲弄了 非常的氣憤 屈該停令 我將在 連夜罰勤 決一死戰 不可要將張儀碎吃萬代 回顧歷史呢 我們發現屈原勸楚懷王的事情 一一都嚴重了 可是楚懷王他就是不信耶 他是不是在鬧什麼變扭啊 因為楚懷王喜歡聽一些好話 其實主要是這樣 因為屈原他在楚國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他其實跟楚國是同性的 屈召井三性其實都是跟楚國的米性 關係是很深刻的 所以他叫三驢大夫 他管著屈召井三性的這個祭祀的活動 同時他還是對外的一個代表 換句話說 他也是一個出色的外交官 所以因為這樣的 因為他權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講出去的話 都希望說君主能夠採納能夠接受 如果你沒有採納接受他的想法的話 國家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那這些他所做的這些中固 的確是有達到最後的一些作用 可是楚懷王後來沒有聽 他跑去聽張儀的話 是啊 張儀這甜言蜜語 很會說話的 他懂得怎麼樣去從楚懷王 你看從美人記開始 從一個美人然後談到一些什麼東西 那就會引他入購 可是後來楚懷王發現他被張儀騙了 然後又跑回來找屈原 發現舊愛還是最美 他是不是渣男啊 我們在講就是 他是一個比較自信心缺乏的人 需要有人去支持他 然後最後這個屈原他為什麼會被放逐呢 屈原被放逐就是很多人說他壞話 然後當國軍的人就相信了這些壞話 就覺得說你對我說講的話 不過就是欺騙我 那邊傷感情了 我就聽了這些寧承的話 所以你看他的楚詞裡面 有很多都在講浮雲碧日 你看這些浮雲不就是這些令辰嗎 那他們之間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一起來看 正國時代貴族們講求就是重信用 尤其是向過受過嚴格貴族教育的楚懷王 更是信守著誠信傳統 國與國之間哪有可能信口雌黃 因為他當初不採納屈原的意見 最終被仗儀擺了一道 為了顏面楚懷王決定要教訓秦國 西元前313年 惱怒的楚懷王派驅蓋為大將 以十萬兵馬出兵秦國 居然認為懷王如此 意氣用事出兵必敗 被章魚騙六百里土地變成六里土地 可是你要知道 他後面的一個國家叫做越國 越國後來也被楚懷王決定 整個版圖又收到楚國去 反而比失去的土地又來得更大 所以楚懷王本身來講 他沒有說真的那麼長 反而他有他的雄心壯志 說真的規國打仗 既衝衝的楚懷王還是小心翼翼 出兵十萬之外還找齊國相助 於是秦趕緊找韓衛兩國一起加入戰局 誰知戰爭最後一個階段 齊軍卻是反割 變成楚戰四國 葬圍宮的楚軍大敗於丹陽 損失驅蓋等七十余將 還遭斬首八萬 但楚懷王不甘心還要整兵賽戰 結果這次執意出兵 楚懷王差點打臉的虛援 藍田之戰 楚軍一路攻打到咸陽附近 鎮責了秦惠文王趕緊調整軍隊 一方面秦國也請韓衛兩國出兵 進攻楚國後方 眼見秦勢逆轉 楚懷王只好撤兵 但這兩戰下來大傷楚國元氣 楚國不僅在丹陽之戰之中 喪失軍隊八萬 甚至連漢中六百餘里之地 也都拱首讓人 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刻 楚懷王想起屈原 後悔於當初不聽屈原的話 導致今天這樣的局面 不顧對不起你 對不起屈家 於是重新啟用屈原 讓他出使齊國 再一次希望能夠達到齊楚聯盟 面對齊楚和好 齊原前311年 秦國又設下詭計 向楚提出 退還一半的漢中之地 但楚懷王恨透了張儀 提出不要漢中地 只要張儀 張儀知道死去不免 可是張儀做了個小動作 這個很厲害 張儀就收買了禁商 就是關關大夫 然後收買了楚王旁邊 最寵愛的鄭秀 這些人都是一個 權利利益的結合 然後在裡面作梗 由於張儀收買上關大夫禁商 還有男後鄭秀幫他求情 偏偏這時候 屈原出使齊國 所以楚懷王聽信殘言 竟然放了張儀 等到屈原趕回楚國 要求楚懷王殺死張儀 張儀早已逃之夭夭 但這樣一來 楚國又失訓一期 隨著張儀回秦之後 過沒多久 屈原外交上最大的兩個敵人 秦惠文王跟張儀相繼過世 秦楚關係又起了變化 由於秦昭香王迎濟繼位 他的母親宣太后米八子是楚人 因為迎濟年少 所以大權就掌握在宣太后手上 他推動秦楚和好 趙香王因為他的母親 以及他本身有楚國的血統 所以當然應該跟楚國 再次展開聯盟 所以這個時候屈原 他一直所提倡的聯合齊國 就受到打壓 那麼另外一派 就是這個楚懷王的柚子 也就是鄭秀所生的子蘭 他一直主張就是親善秦國 所以這一派這個時候的聲勢 比較高昂 秦昭香王第二年就前使到楚國 要把秦公主嫁給楚王 我們現在看後來 五八子所做的一切 他可能並不只是認為要和平相處 他可能想要兩邊和平 就跟他統一起來算了 這下楚懷王又斷絕與其的關係 但屈原實在看不下去 又跳出來反對楚懷王 所以這一點來說 對於屈原他不能接受 屈原是為楚國 我是楚國人 我不是這個秦國人 太后過去是太后的事情 我愛這邊是我的職責 西原前三百零五年 楚懷王又一次被秦於秦去秦國迎親 隔兩年還召開皇籍會盟 接受秦國退還上庸之地 當時屈原竭力反對 由於他屢屢職犯上 結果被趕出引都 遭到人生第一次流放 屈原在漢北流放期間長達三年 他創造大量的文學作品 當中坦露著報國之心 他看到楚國一步步走向滅亡之路 卻是無力可救 離騷裡面呢 就把自己比喻得很辛苦 人家都是這個浮雲蔽日 太陽旁邊總是有那麼多 回去遮蔽眼睛的東西在 然後你們這些都是毒草 只有它是一個香花 可是沒有人欣賞 就是眾人皆罪我獨行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就變得非常的痛苦 西元前302年齊國痛恨楚國 背叛聯合韓魏三國一起出兵逃楚 楚懷王26年時 齊 韓 魏三國共同出兵攻打 背叛合眾的楚國 那當時楚懷王派太子雄恆到秦國做人質 這次秦軍很有誠意幫忙擊退聯軍 但楚國太子卻依舊被扣在秦 但誰知這雄恆卻在秦國殺了人 沒有想到兩年之後 這個雄恆竟然因為一時衝動 在秦國境內誤殺了一個秦國的官員 所以這個雄恆很擔心 自管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因為我們知道秦國的法令是非常嚴苛的 所以這個雄恆就連夜逃回了楚國 所以這樣子算是一個國際糾紛了 秦楚之意就此破裂 楚國如此侮辱我秦國 形同犬制不共戴天 我大秦當與列國聯兵共同罰楚 陳謹遵太后命令 楚回王他後來受騙上當被扣留在秦國 應該超級後悔的 因為誰叫他不聽屈原的話 秦昭襄王約他去五官會盟他就去 結果後來連王位都丟了 對 因為他覺得去跟你見面 沒什麼大不了對不對 都去見 至少是呈現一個君主該有的一個氣概 可是發現說他被軟禁下來了 被軟禁下來以後 原來他所做的那些惠謀都是假的 他其實被軟禁 被軟禁 那就只好就是想辦法去逃脫 逃脫出去 即使他有逃脫出去 只是很多人都不敢受他 怕得罪秦國 所以最後又被抓回來 是這樣的 最後抓回來以後 他還是很有骨氣的 他就說那你給我的什麼東西 我都不吃 他就堅決去抵抗 所以為什麼叫做懷王 大家會懷念他 這個楚國這個君主 還是有他的一套本領的 懷念而跟著這麼軟的君主 對啊 所以你看這個秦朝末年的時候 不就是這樣嗎 他後來的這些君主 還是叫做懷王 可是他後來又把屈原給流放 對啊 我是說秦朝末年的時候那一段 那時候大家還是想著說 我要懷念楚國 所以名字那個異地 還是叫做楚懷王 所以楚懷王在楚國人心中 分量是很大 可是請襄王就不那麼想了 請襄王後來因為做的是 把這個屈原就放得更遠 因為他根本就不信任他了 那不知道說屈原他會不會懷念他 因為他這次被流放的位子 又更遠了 對 那他到底是懷著什麼樣的遺憾 暴石頭江呢 我們一起看下去 在秦國山的楚國太子熊和 也就是未來的楚請襄王 逃回楚國 成了秦國出兵的藉口 兩年後 秦國以楚太子殺秦大夫為由 來進攻楚國 那當時楚軍大敗 陣亡兩萬士兵 連將軍警缺也都命上戰場 這時楚懷王才又想起 齊楚聯盟的重要性 又把在漢北流放的屈原 給找了回來 吃了多次秦國快樂楚懷王 這次接受屈原的建議 讓之前在秦國山的太子熊恆 至於其以求齊楚聯盟反秦國 但楚懷王的個性 令到後期真很反覆 才兩年時間不到 當秦公楚奪下楚國八座城池 秦昭相王逼楚求和 所以邀楚懷王再五官相會 當時楚懷王看了這封信之後 對此事反而感到憂慮 因為他想去又怕被騙 不去又怕秦王大怒會攻打自己 屈原跟大臣遭居 一起力勸楚懷王不要互惠 說是秦一向有狼子野心 那這一次一定又是另外一個騙局 不可情信 但此時楚懷王的幼子自然 怕失去楚王歡心 極力慫恿楚懷王前往 到了五官以後 秦昭相王根本沒出現 他找了一個人假扮成他 然後立刻就把楚懷王扣押了 帶到了秦國的首都咸陽 那麼這個時候 楚懷王才見到了秦昭相王 本來大家都是諸侯 身分並無高低 可是秦昭相王姿態很高 要求楚懷王以見這個國君之力 進行禁見參拜 當然楚懷王不肯 楚國也是一個大國 所以楚懷王不肯 為了禮節之爭 楚懷王從此就被扣留在秦國 他還是能夠展現出 他是楚王的那種態勢 因為他沒有驚慌失措 他就不斷地周旋 楚懷王被扣的不惜消息 傳回國內朝野一片震驚 最壞的情況發生了 但諾大的楚國怎可一日無君 為了該不該立新君爭辯不休 國不可一日無君 在一日無君的情況之下 你就很容易被別人操縱 這個是楚國的臣子 在發聲說懷王回不來的時候 他們所討論的 那事實上這兩派的主張 一派當然就是要極力去營救 可是你要極力去營救 就是鄭重敵人的下懷 因為秦國就是要你去救他 然後他可以借此出兵打仗 或是借此來勒索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另立新君 讓太子雄恆來繼位吧 所以屈原到齊迎接太子雄恆回國 視為楚寢襄王 楚寢襄王二年 韓未聯合供秦到韓國關 楚懷王有了逃命的機會 楚懷王想要潛逃回國 被秦國發現封鎖通往楚國的道路 那楚懷王不得已 從小路想要借到趙國 只是當時趙惠文王當繼位 不敢得罪秦國 因而拒絕楚懷王的要求 楚懷王無奈之下 只得轉頭為國 那但是還沒有達到目的地 在半路就被秦的追兵趕上 於是又被再一次抓回秦國寇留 隔年楚懷王幽憤而死 那麼楚懷王病逝在秦國以後 秦國是把楚懷王的鄰舅送回了楚國 這個時候據說封都呢 百姓是一片哭聲 大家都覺得楚懷王死得非常的淒涼 刻死在一鄉 而且這個王他並無大貨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寶寶頭就指向了紫蘭 還有鏡上這一派的親秦派 歇元前二九三年 楚請向王六年 秦國派白起前往一雀攻打韓國 取得重大勝利 斬首二四萬 秦國於是送給楚懷出信說 楚國背叛秦國 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 決一勝負 楚請向王很憂慮 就謀話在與秦國講和 但此時屈原卻說 楚國之所以會到現在這個地步 都是因為楚懷拼信殘言的結果 那這番話擺明了就是說 紫蘭是罪魁禍首嘛 當然以紫蘭來說 他非常的沒有面子 因為這個時候紫蘭 他的身分是另一 形同於宰相 他的哥哥 也就是當年的太子雄恆 已經當了這個楚清香王 被驅夫子這樣指著大罵 所以呢也種下了屈原 再一次被清香王流放到江南的命運 你讓我告訴你 他出國不用你來救 還人證 竹米元出影都流放元下 在司馬遷的史記之中 屈原已生殉國 同蜜羅江而死 屈原也跟端午節無關 因為最早把屈原跟端午節綁在一起 是南北朝時南朝的文獻 那但是這份文獻呢 卻跟屈原跳蜜羅江自禁的時間 相隔了700多年 依照巴蜀地區的習俗來看的話 也許屈原並不是自成於江 因為巴蜀地區的人呢 他們比較不喜歡用自禁的方式 我們看到當這個楚懷王死了以後 屈原所寫的招魂裡面就可以顯示 他們不主張自殺 認為如果是自殺 將來你的靈魂不僅不能升天 而且不能投胎 所以也許屈原並不是自成於江 但是後人呢 被他的這個愛國情操所感動 所以就給他描述成 最後呢自成於江 屈原跟楚懷王的君臣關係 從一開始的如交四期到後來 屈原被流放 如果說楚懷王耳朵不要這麼硬 肯拖丁碟人的意見呢 下場就不會這麼慘了 希望您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 不要忘記了 按讚 訂閱跟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現代起訴了Podcast 趕快下載來收聽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